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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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年十一月底 我与爹娘不辞而别 乘火车前往南京 我的生理卫生课老师孔德刚 在南京三十七路军医院 做主治医生 我决定去南京找他 我决定去南京找他 参加伤兵的医疗救护工作 从南京南京深夜中 登陆周知识 十一路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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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叶明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华民国史 天重于抗尔战争史 研究历史的过程中 我认识了一位特殊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他不仅在大屠杀中幸存地下来 还在南京导卫战中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是吗 不容易啊 对啊 过来人家只能不容易 对对对 现在南京变化大不大 大得很大 大得很 那时候跟现在 完全不是一个面貌了 孙老他的记忆当中 是1937年的南京城 经过这么多年 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还能不能认出当年清历的那些地方 八十年前的事了 现在全部地上建筑物都改变了 别人起来非常难 最后把那个线潮 在那里面有水 我到现在喝有水 我在那过来都吃酒 我认好了 我这个没问题了 我这个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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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去 我们到光华门的时候 已经遍地都是中国守军的尸体和伤兵了 眼前的景象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到处都是嗷嗷的叫声 哭的 喊的 活人死人躺在一起 血流了一地 踩在脚下都是粘的 情况紧急 我们根本来不及检查伤情 只要是活的 放在单架上就赶紧抬着跑 头顶上日本人的炮弹还在嗖嗖地飞 血流了一会儿 洗了一会儿 不能弄平静 送到医院去 马上 给周知 刚才有几天再跑一趟 除了一会儿 我三天三夜没吃过 我没喝过 配置烧饼园 三天三夜 哎呀 守备光滑门的是教导总队 是中国军队的示范部队 和日军在光滑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光滑门呢 速度一手 双方反复争夺这一块地方 因此呢 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抢手 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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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真的不打烂七八糟 烂一下 弓手都反复了好多次 拉锯钻那样的东西 地人打进来 他们又把地人打出去 这个会不容易 地人力也 伤也不少 我们的病理也是伤不少 日本人来 我等他来 我打死一个就够本了 那上面几个队是鱼医院门 对对 我在脑子里 我一到鱼医院门 看见长江厅 不是的 现在全都是建筑物了 哎 八十年了 一天一地地 笑起来给咱俩钱 我抬着担架回到医院 发现医院已经撤退了 我顾不上吃饭 赶紧跑到大街上 街上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丢弃的武器装备 难民的行李 南京被日军团团包围 撤退的路 只剩下从易江门 北渡长江 12月11号夜里面 杭生智接到蒋介石的电报 允许他呢 在不利的情况下可以撤退 命令的规定是这样的 就是大部分部队从正面突出去 但是大部分部队没有信心从正面突出日本人的重围 所以说呢 几乎所有的守军都是向下官的岸边涌去 那么下官至少集结了七到八万的中国的窥军 由于在此前 唐生智呢 他说要和南京共存亡 为了坚定守军的信心 所以说他把下官江面上的船只进行控制 甚至于部分进行销毁 很多的溃军 到了长江的江边发现什么呢 发现江上没有船 那么下官当时数万溃军 面对寥寥无几的渡船 那么这样的混乱情况可见一斑 那他一样小区的大军 就从中央中山北路 对海水洋过来对他 他到上前就够不休 他大概那样热得得到之内的 到处的机枪都在呱呱呱呱呱呱 打了嘛一切斧 可是我们的我都认识说 呀危险了 我都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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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江他们的绅士 凶人逃不过来的 难民逃不过来的 上海跑下来的 乱惊跑的 都跑到江湖 没有逃得了的 前面的杀的就是塞天 哎呀 就还有本身不是理由 到最后跳降自杀的 哎呀 我就笑了 这日本小鬼子造的 对中国人有多少仇佛 让他跳降自杀 都不知道他逃兵 他那又有点 铭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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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方人组织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救助了很多中国人 自己不加薄 国际委员会在辟交战区 他们就设立这个难兵手中说 四三号前的一天十二号夜了 院长来了 开会 说什么 所有的也传当名义了 传背着都撕下来 天火少了 各种文件都少了 我那发上去 就是难民收入所 就是原来陆基大学的地址 要是怎么去了 住在这支林正学的二楼 没得穿 就是稻草扑地压 从我家到靖林大学 大概十几分了 日本人要进很多 我们就跑到难民去 在这个大方向 难民去里的 当时 是八九点钟 哎呀 进来那个熊啊 紫白龟的刺激 我这一行不是有小孩 拿小抹 拿小铁碗配 给喝稀饭 这就会提钱上去 那个紫白龟的那个 找你疗牙的那个药呢 还有汉奸给他说中国话了 是男人都出现都出来 都上外面检查 他特别看过这儿 你戴军帽他这儿晒不住 他看看这个 他护了拿个墙 那天他拿一个墙 就是他有的都磨成墙呢 他这回事就拿着 从中过去 从一路进枪来的 你拿着一片走到了 到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打死 不一定都能打撞 他然后转去那些 拿刺刀的这个东西 有个人在试 是你没打死的在这儿刺刀疼 受伤求的话再補一下 国内外都对南京大屠杀的 反人类行径进行了报道 报道内容 与孙老所描述的场景 高度吻合 安全区内的各难民区 都被日军 进行过同样的行径 中国的壮丁 难民和失去武功的士兵 押到城外进行枪决 孙老自己本人 也有一个私立逃生的经历 16号又来了 又来又检查海南套 像我当时是个小孩 我个子只有十米五 只要是一米五 我那个同学王孝芳 他比我大一岁 我跟两人一块去了 一块去了 怎么 随着他走来 也不过里路 里多路 停下来 哎 又一个 看样 也不过是小派上 他把我拉出来了 小孩 开路开路的 他说我是小孩 开路开路的 就是你滚难 你走 你坐在牺牲或者这个地方 像你说我来在带牺牲 不要叫我 快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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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路 快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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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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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